来 我们欢迎我们的旅安 嗨 大家 大家午安 我是安安 安安好 嗨 韩鞭 哈啰哈啰 哈啰哈啰 对 那今天大家吃饭了吗 在吃饭了吗 应该可以准备好便当 然后来看直播了吧 对啊 要拿着便当也要看的直播 对 没错 因为好康不能错过 对 今天介绍的商品真的很棒 不管是在穿搭还是机能上面 我觉得都很优秀 对 我觉得今天的新品很厉害 就是真的是有厉害哦 旅安见证的 对 没错 所以今天就邀请你 对 来跟大家讲一下穿搭 如何穿搭内衣 对 那首先第一件的话 我们要来进入正题 介绍今天第一款内衣 我其实已经穿在身上了 对 我已经穿在身上了 然后这款的话 这款的话呢 我们要来介绍它 就是它的名字 这个是Banana派的对不对 Banana派系列的 林亚V的Bikini 对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样三角背型 其实就是有一个Bikini的设计感 对 然后呢 那你觉得穿上这一件的感觉怎么样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像这样的就是 我觉得这一件穿是轻浮度很高 然后它是比较舒适的内衣 因为它是做棉脂的材质 对 棉脂材质的 然后尤其是我自己觉得 它的小细节是它下摆的那个 就是织带的地方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织带 因为其实是有加宽设计 对 为什么要加宽 因为我们女生就是出门 不可能因为穿着一件内衣 然后就都不动 或者是小动作 一定要大动作 动来动去 就有时候很难免就是会有大动作 对 那这个的话就是它的贴幅度跟支撑效果会比较好 对 把你就是下胸围这边稳固 不会让你这样整件内衣跑来跑去的 没错 对 然后呢 它的弹性其实是很不错的 对 弹性是就是非常有弹性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像 因为我自己的话 我的下胸围比较窄一点 因为我身型比较扁身 对 但这一款的话就是穿在我身上 我觉得它的贴幅度就是是很舒服的 对 是有服贴的 对 然后你的支撑效果会像是 一般那种有钢圈的内衣 对 这一件是无钢圈的 可是它的支撑效果是有的 就是刚才有讲到衣服的穿搭 所以旅安有准备一些衣服 要来教我们大家怎么穿这个 对 就让你不会闷热 然后又好穿搭 对 我今天有不同的衣服的搭配 会穿给大家看 那像我现在身上穿白色内衣的话 我是搭就是全身粉色 就是比较亮色系的 今年很流行的粉色 对 今年流行的粉色 就是有点芭比粉的感觉 然后但是如果想要 不一定如果你想买黑色的话 其实我觉得搭全身粉也很好看 也可以 就是 对 黑色的颜色 我觉得这样子也蛮好看的 就会比较在个性 然后再辣一点的感觉 对 刚才这样是比较清纯的感觉 清纯感 对 然后黑色的话 对 比较性感一些些 对 那我待会会穿 灰色配黑色支袋的搭配 灰色配黑色支袋 对 这边灰色配黑色的这一件 然后我会配一个运动的套装 运动的套装 就是一个比较休闲的套装搭配 诶 现在这种套装超方便 直接穿出门 对 而且因为我觉得 像这样子你内衣外穿的话 就会蛮像是运动内衣的感觉 真的 很好看 对 就不会那么害羞 对 那我来去换这一套给大家看 好 那我们请旅安去帮我们换 好的 那我们的旅安帮我们换出来咯 好了 好好看哦 这一套搭配就是配一个比较休闲的搭配 很适合去录影穿 就是很适合一些outdoor的行程 对 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像是 我觉得围登山 就是你要去拍美照的人 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子穿 说登山其实是去拍照 去拍照的 对 其实是去拍照的 真的 然后我穿的配色是灰色配黑色的 很好看 很好看 对 我觉得灰配黑 就是你直接这样外穿 就不会太害羞 对 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衣服是比较浅灰 然后这件是比较深灰一点 这样搭配起来就有一种同色系 但是 有点跳 就是稍微有点跳出来的感觉 有跳出来的感觉 对 会有层次的搭配感在 对 所以我自己就还蛮喜欢 就我觉得灰配灰的搭配蛮好看的 很好看 对 或者是如果你里面其实想要换成其他的 我觉得浅灰配白其实也可以 白色吗 你是说全白吗 这个浅灰就是灰色配白色 其实这个的话色系 我觉得这样子搭也很好看 对 因为它会比较符合 就是你现在身上这个颜色 就会有一整套套装的感觉 对 很像是一套的 对 很像一整套的搭配这样 其实现在很多女生都会这样穿 对 只是你敢直接穿这样在路上逛街 我觉得如果是去 就是像我刚刚有讲 就是可能轻露营 然后围登山 我觉得蛮OK的 那如果是想要一个出去出门出游逛街的搭配的话 我觉得我待会可以搭一个是 把它当成有点像是内搭小可爱的感觉 就是把它有点若隐若现的效果 然后拿来穿在里面这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去逛街就不会那么害羞 对 因为确实如果穿这样直接去逛街 好像会有 小小害羞 会变成整条街的焦点 对 我怕就走出去大家只看到我了 对 好 所以待会也会再换一个不同的搭配给大家看 或者是其实像我觉得如果再害羞一点的女生 其实如果你搭那种就是短板的上衣 然后下摆织带有点露出来 其实也很好看 对 就是也可以 对 就是你不一定要真的 嗯 可能露到试验线啊 但是内衣的一些小造型 你还是可以就是拿来做搭配 现在很多就是穿短板 然后露出下面的织带 就会有一种落影落现 然后性感的感觉 对 而且我会觉得这女生好像就蛮会穿衣服 对 就有一个层次的感觉 没错 对 这真的是现在穿搭的就是趋势 一些 对 小小的小技巧这样 没错 我们驴安帮我们换好了 刚好换好了 对 好好看耶 紫色很美耶 真的 为你量身打造的 是不是为我量身打造的 真的就是我的衣服 我的内衣的衣服 很好看 对 而且搭配这个颜色裙子 我觉得整体是真的是同色系 对 又有一套的感觉 对 好 那我们先把你的小细节介绍完好了 好 那我刚才讲到这个 就是旁边有这个三角网布 网布的设计 你知道这个网布设计的作用是什么 可以怎么样 就是把你腋下这边的肉肉也包住 包得很 我觉得这件是真的就是 如果你有父母的人 或是可能比较圆身豐满女生 你可能侧边肉肉比较多 就是这件我觉得就还蛮推荐给大家的 超级推荐 对 像我自己在穿内衣的时候 常会有 一直拨 一直拨 你刚才想说 动一动之后就想说 拨一下好了 对 就是怎么拨父母都还是在那边 对 就是真的是要找一件 可以好好包住你父母的内衣 没错 对 那这个三角网布 就是把你腋下肉肉整个 可以就是更把你拨过来 对 然后还有你有发现 它这边 也有一块网布的设计 对 就是旁边侧边的这个地方 对 这边我觉得它的加宽效果 跟这个网布就是像 我觉得像换季也是比较敏感肌的女生 如果有这个网布的话 就不用担心 蕾丝会不会有任何的不舒适啊 或是什么 就你穿起来轻肤度会更高 对 因为有些人可能直接碰到蕾丝 可能还是 就算我们的蕾丝很软 可是还是会担心说 会不会刺刺痒痒 对 超级敏感肌的人 所以我们的设计师 其实特别在里面加了一块网布 对 然后这块网布也是很有弹性的 其实它是可以就是 把你侧边这边也整个 支撑得更好 对 包覆稳定 然后包覆起来 没错 然后我们的斜边 其实也是有特别的加高 就也是为你的那个妇孺而设计的 对 就我觉得尤其是像 我可以侧边给大家看 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像侧边这个地方 就是它加高之后你的稳定性会更好 没错 然后像因为我现在是直接这样单穿嘛 但是如果你是穿一般的上衣的时候 你的胸型也会看起来是漂亮 对 而且重点是它这个蕾丝 你不觉得很轻敷 很轻敷 然后它会完全直接就是服贴在你的上胸的地方 对 我可以 对 可以 可以 对 没问题 就是大概这个地方 嗯 大家看到它是整个服贴在铝胺的胸部上面 对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穿起来 你不用担心说 蕾丝布料会不会刺氧啊 然后会不会有浮浮的问题 它的贴合度非常的好 然后很软料 有点像是睫毛蕾丝那种软软的蕾丝 真的 对 大家如果不相信真的可以到EasyShop的实体门室 去触摸看看 可以 真的很优秀 而且 如果你对于你的尺寸 就是不太了解的话 嗯 都很欢迎到我们EasyShop的门室体验试穿 没错 对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细节的部分 肩带对不对 肩带的部分 这个超贴心的 对 因为呢这一件的话是B到E罩杯都可以穿 嗯 对 然后BC罩杯的话它的肩带是1.3公分 对 然后D1罩杯是1.6公分 1.6 然后为什么要加 就是罩杯比较大要加宽 就是照顾到大家 怕大家那个胸型就是没有办法拖得住 对不对 嗯就是比较豐满女生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困扰 所以这个还蛮贴心的 超贴心 嗯 因为通常肩带就是设计一款就好 就哪管你说 哎你是什么罩杯 对啊 就想说可以穿就好是不是 对 对 但是这一件的话我觉得 除了美观之外 就是真的它的小细节 非常的精致 对 就是像肩带的部分就有分尺寸这样 然后还有里面的那个胸垫介绍到的 对 对 你刚介绍过了这个小馒头的设计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钢圈设计 对 L型的那个钢圈设计 我刚说为我量身定道就是因为 我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 下尾 对下尾比较小 所以就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骨头的感觉 对 然后尤其是钢圈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其实你穿上去之后你这边会很痛 对 对就是有点像是肋骨 肋骨凹槽的地方 对 就是一个凹槽的这个地方 就会没有那么舒适 对 可是这一件的那个钢圈 L型钢圈 对L型钢圈我觉得穿起来 这个问题就不会的 还有它这个低级心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 然后这个低级心也有一个效果就是 嗯 像刚才介绍的那一件就是比较休闲款式 它其实也是满低级心 就是可以让你的试验线 那个深V的效果 对看起来比较 嗯 就是真的有深V的效果 然后可是有些人深V又不想要露太多 小害羞 又更贴心的做这个交叉的网布 包覆住 然后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性感 其实我觉得设计师蛮就是蛮懂女生的 对 因为这个若隐若现就是我觉得男生会有一点就是受不了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女生穿你又自己在单穿的时候 你又不会觉得诶 视野线好像露太低这样子 嗯就是完全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样还是有的 对还是视野线是看得到的 然后可是你的下就是深V的地方不会那么的低胸 对把你包覆住 对没错 对 那黑色的部分的话 嗯 你是不是也有帮我们帮穿搭 我也有穿搭 对黑色的部分我会搭一个就是黑白色系 就是一个比较贵气的小搭配小千金感的感觉 真的是小千金 然后配一个就是蕾丝的纱裙这样子 很好看 所以我等一下会去换全黑的搭配给你们看 好 那我们就请旅安去帮我们换这套 好的没问题 对 好我们旅安帮我们穿好了 好了 我换好黑色的 真的是千金出场 嗯黑色的 很好看 黑色的感觉 嗯 过来一点 把这个移后退一点 好这样子 对我换一个黑色的搭配这样子 我觉得就算出门这样穿好像也蛮OK的 对其实好像蛮OK的就蛮合理的 对啊 但我们要先把小酷酷的那个介绍完 对对对小细节先介绍完 刚才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个内裤这边有做这么高差吗 我刚听到了 你刚是不是说 可以让大家看起来腿很修长呢 对对 对 就是会有 我觉得就会让个子比较娇小女生 或者是像我虽然一六三 可是其实我的是上身比较长一点的人 但你穿这种内裤 你觉得看起来腿非常修长 对 就是就算你穿在里面 你穿起来还是要很好看 自己穿的照镜子也心情好 对没错 然后呢 它的这个裤 就是前面这地方 雷丝的地方 雷丝的地方 算它是雷丝制成的 可是它前面这边 加这一块布料在里面 就让你前面不会那么透 对不会太透敷 然后 而且这一件里面 是不是其实也是比较免感一点点的 对它是免质的 对所以如果你是可能像私密处 如果没有特别去除毛的人 那我觉得穿这样就不会太害羞 对不然就是 如果整天都都雷丝就真的很赤 对不会太赤裸 然后它这个裤底的离挡的部分 也是免质制成的 对就是很舒服 很贴近你的皮肤清肤 对我觉得裤底这个应该就是 女生也是最在意的地方 很在意 对就是可能也是肌肤上 比较敏感的人的话 你穿像这样子的内裤 你也不用担心说 你穿蕾丝会不会有刺羊啊 或是咬肌肤的问题 我身上穿的是黑色的 对我们小细节要介绍完 然后我们现在身上的搭配的话 我是配一个那个小香的背型 因为我觉得像现在的天气 就是如果你穿这样子的背型 里面可能也还不适合到穿长袖 对可能还是太热了 那如果你也是想要有一个性感的搭配的话 其实配全黑的蕾丝内衣 我觉得搭小香类的单品 就还蛮适合的 对而且如果你怕说 胸部会露太多 你可以扣子扣起来 对就是扣一颗 就是有点弱影 其实也可以 或者是上身换成 就是也是比较透肤的上衣 我觉得也很好看 然后因为蕾丝我觉得就是 会有那种高级 然后比较小贵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就还蛮适合 搭这种就是小香风系列 然后一点小千金感的感觉 没错这个女人味嘛 对比较女人味的 就是你看刚才休闲风格 你也可以驾驭 然后就是性感风格也可以驾驭 对就是今天有搭配给大家看 对啊我觉得如果 就是你平常不知道要怎么穿搭 你真的很幸运 你有来看我们这一集直播 对没错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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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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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